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的一周人生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穆罕默德 如果他只是一名来自非洲的游客 或是生活在香港的外国朋友 那他应该不用装扮成这样 才能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 他在香港七年了 可他不是这里的永久居民 连居民都不算 因为他没有身份证 但他也不是会被驱逐的非法入境者 他可以自由地在香港走动 去任何地方 只是他不能工作 没有收入 他有个特殊的身份 叫做寻求政治庇护者 和经过联合国难民署 确认成为难民的朋友不同 寻求政治庇护者 没有能够被认可的身份 他们大多是提出了难民申请 正在等待审核 又或者 申请已经被拒绝 目前 在香港的寻求政治庇护者 大约有六千人左右 主要来自非洲 南亚和中东 因为宗教 种族 战争等原因 他们选择 或是被选择了留在这里 走在香港街头 他们只有一张俗称行接纸的文件 被默许 以人道理由 在香港非法滞留 在香港的 无论他是 是否已经确认了一个难民 或者是有酷刑的问题 这个的身份 他在香港可以说 都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 香港政府的做法 只不过是容忍他 继续在这里非法居留 通常的做法就是 政府就发一张 续称行街指给他 他可以在香港 就自由活动 他在香港的时间 不当是一个正式居留 他当然也没有权在这里做事 他们得到的援助就不太多 每个月都是大概一千元至一千二百元左右的 就是他们的房居住 所以他们租到的地方就比较小的 例如有张床 可能煮食路都在房子里 保住的水平当然 其实就远低于香港的 基本的中援的一个福利 那个基本安全网了 这些人士就每十天就去这些商店 就是去拿这些食物 每十八次大家都会想象到 就是那些食物都不会说是很新鲜 那其他的门座呢 基本上就没有了 其实歧视就真的很多 因为他们是外籍人士来的 那我们认识的那些案子是黑人 或斯里兰卡 就是可能是皮肤比较黑一点的 例如我们有个案子 他说他搭车 可能搭地铁 他旁边那些位置就没有人坐的 他在这些人之间 他在这些人的身体 也不够 因为我们最终的 我们必须要认识 但是最终的 当你看来 一种的状况 的生产生 和人们 那些人 没工作 你告诉人们 他们自己的方法 找他们自己的 找他 分别的 你给他 他给他 去支付他的借金 為何他會找到這個錢 所以, eventual,人們會被拘捕 去做一些事情 那是在法律上的國家 我們明白法律 我們不能在法律上 我們明白它 但… 到什麼程度 人們會繼續在這個情況下 你知不知道 有時候 一天要結束 你需要付付自己的財務 你會被困難 你不懂得做什麼 香港現在沒有空間 有空間 尤其是你現在是一個外國人 所以,如果有1,200元 你會給你 那你會找到其他 去補充 和穆罕默德相處了兩天 他自我保護的外殼 一點也沒有退去 他始終不肯告訴我們 他來自非洲哪個國家 家裡的情況如何 在香港又居住在哪裡 甚至連他的全名都不肯說 每10天去領兩袋 價值330元港幣的食物 以及根本不夠支付的房租 都不足以打垮他們 真正難過的是 每一天的24個小時 要怎麼過 把握先機出奇制勝 知盡知止 有張有持 以一為止 遠交進攻 如何在風起雲湧的國際舞台上 運籌帷幄 決勝於千里之外 香港衛視 張稍微與您一起決戰外交 《強江夢》兩個多月來的最新動向 在微博 視頻 報紙 雜誌均受到全國各地持續關注 數以萬計點擊評論和報導如潮永志 8月15日大型電視紀錄片《強江夢》正式啟動 200多人的設置隊伍走進賽外 為您揭開新疆的神秘面紗 這是一次海外對於新疆的全新解讀 為期三個月的實地探訪 穿越3萬公里 100多個真實客觀的專家訪談 剪輯成26級巨線 《強國必須強江》 《強江必須有更開放的態度》 《強江夢》以新疆激盪的百年歷史為時空坐標 全景是展示了新疆現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面貌 在強江的路上我們提供新的事業和觀點 也有我們生產經濟文化 看看外面實驗 我們民主大台電 這個力量出死了新疆這個土地的幾千萬人 數千年來的安居樂業 我們這個強江夢能夠一炮而紅 在中國、在世界能夠留下一個 我們新疆的聲音、我們中國的聲音 中文字幕志願 中文字幕志願 这里是香港卫视 更加多男士可能都会有些问题 因为他们就习惯了做事 如果男士没工作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家庭的问题 有些时候有感到疯了 人们感到疯了 他们在这些状况 社会与其他人是非常重要的 感到需要的感到 因为香港人不允许工作 如果你不能工作 你什么都会做 你怎么花时间 我认为是很重要 帮助人们通过日子 我们不只是说一星期 我们也会说几个年纪 剩下这几百集的时间 是穆罕穆德每天必走的路 为了对抗寂寞 孤独和漫无止境的等待 他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都在做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之前你能够起来的想法 你必须找到一个舒适的地图 你必须找到一个舒适的地图 在同一层的地图 因为历史原因 香港至今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 这意味着其实香港本身 并没有国际责任 接收这些寻求政治庇护者 即使他们成功申请到难民身份 也永远不可能留在香港 合法工作成为公民 在我们接触的寻求政治庇护者中 等待的时间从两年到二十年不等 这样漫长过程 无所事事足以令人绝望 并千难万苦来到香港 寻求更安定生活的家庭 面对难以想象的冲突 一件重要的事要认为人们要认为 最重要的事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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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认为 冲突还没有认为 冲突还没有问题 他们不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起来 他们是人们的可能性 and maybe changing that, you know, this way of thinking a little bit... that could help states and societies understand that there's a tremendous potential that the people bring with them. Cultural knowledge, you know, education, broad range of education, sometimes not so great, sometimes highly educated, and these people are ready to contribute. 他们不想被认为利益的利益 但是在时间上变得很困难 因为他们从社会的意识, 我们真的不想你 我认为教授在学校中 我认为社会社会 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我的知識我仍然想影響到其他人 和其他人是准备我的知識 我不能与那些機會 去找那些人 我必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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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扶持 foarte不冷 似乎 而用得如此 回頭 在写上 我刻意 想付着 有些想法一起去做一篇 所以我花了約90%的我日常的生活 在寫作 我寫作時 我沒有想到什麼我會吃 我會有一個集中 去寫作 位於尖沙嘴的重慶大廈 因為王家衛的電影 《重慶森林》而聞名於世 這裡是香港最全球化的地方 可是有好多香港本地人 一輩子也沒有進去過 和很多尋求政治庇護者一樣 穆罕默德幾乎每周都會來這裡 買便宜的東西 或者去16樓的非政府組織 基督教例行會 大家在那裡打非洲鼓 踢足球 了解彼此的文化差異 那裡還提供各種課程 一些大學教授義務授課 大家自由進出 選擇英文 中文等的語言培訓課程 雖然授課的過程不被允許拍攝 可曾去授課的中大教授邱琳川說 他們對於社會議題討論的熱烈程度 絕對超出我們的想像 香港的重新大廈為中心的尋求政治庇護 或者是難民的 他們還是很有他們的特點 我總覺得他們沒有那麼忙 那麼這樣他們就有很多的時間來討論 這個國際大事 或者是香港的重要的一些公共政策 每個國家來的人不是很多 他們是生活在一個非常國際化的環境裡面 對於世界的這種事物的關注 我們知道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沒有觀點 我們並不需要根據這個信息 來決定我們的餘生 而這些人是會要需要根據這些信息 來做非常重大的人生的決定的 他的關注的東西是遠遠超越了這些 這個他身邊的這一點點福利 或者這一點點事情 而是有很大的一個世界觀在這個背後的 在新聞資訊泛濫的時代 我們需要選擇正反不同的意見和報導 需要分析把時事看通看透 追貼每一事件的重點 理解事件發生的相關性 令大家得出一種崭新的時事觀點 著名新聞評論家陈陽再遇歸來 每天一個小時 香港衛視對大家劫機時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 香港衛視劫機時事 《強江夢》兩個多月來的最新動向 在微博 視頻 報紙 雜誌均受到全國各地持續關注 數以萬計點擊評論和報導如潮永止 8月15日大型電視紀錄片《強江夢》正式啟動 兩百多人的設計隊伍走進賽外 為您揭開新疆的神秘念紗 這是一次海外對於新疆的全新解讀 為期三個月的實際探訪 穿越三萬公里 一百多個真實客觀的專家訪談 剪輯成二十六級巨線 當我們在談到屯肯樹邊這段歷史 在談到屯肯樹邊這個歷程的時候 我們不能不對這一批特殊的人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 他們對開槍拓土 劍省跟江流下的血汗和點滴 也給一點純正 給一點記錄 身後就是著名的隔登碑 1755年 清政府在這裡依據平叛了整個叛亂部 當初在這裡呢 最後擊潰了達瓦奇叛軍 奪得了平定準個的勝利 這場戰役也奠定了新疆統一的格局 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塊新疆的版圖 沒有一個穩定的邊疆 就不可能有一個大國安全的保障 沒有一個穩定的邊疆 新疆的可持續發展 新疆的跨越式發展 新疆的長治九安 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戰略屏障 這條邊疆線 有國家的國防軍 有公安的邊防 也有兵團的龍工 也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 每個這裡的居民 都是守邊緣 他們風雨無阻 長年累夜在生命的禁區 在非常艱難惡劣的環境之下 在捍衛一個祖國的祖國 在捍衛一個祖國邊疆的穩定 在捍衛一個即將實現 跨越式發展的新疆的長治九安 一個兵團人生活在這裡的使命 就是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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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兵團人 我就是兵團人 我的使命就是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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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江夢以新疆激盪的百年歷史 為時空坐標 全景是展示了新疆現當代 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面貌 在強江的路上 我們提供新的事業和觀點 這個力量出使了新疆這個土地的幾千萬人 數千年來的安居樂業 我們這個強江夢能夠一炮而紅 在中國在世界能夠留下一個 我們新疆的聲音 我們中國的聲音 您現在收看的是香港衛視 香港對於由國外來港尋求變化 庇護的人群並不陌生 1975年 首批近四千名越南船民乘坐長春號抵港 揭開了越南船民問題在港的序幕 四年後 還屬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被列為第一收容港 直到1998年1月 特區政府才取消了這一政策 二十年來 香港為超過二十萬的越南難民 付出的費用超過87億港元 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 成了香港人難以忘記的痛 香港在七十年代尾 去到九十年代 香港是被越南難民的第一收容港 很多香港人都記得由生 當時每天都很多的越南難民坐船 就湧來香港 都要見很多的難民營 前後可能幾十萬人來過香港 在我們的訪談中 大家對於香港人權狀況的評價 基本都在中等以上 穆罕默德也覺得 香港作為國際都市 這方面做得不錯 在這裡七年 他沒有一個本地朋友 每天上下山 他也會主動和路人打招呼 可他和這個社會 這裡的人關係也僅限於此 租房子的時候 可能要跑十幾家 才會遇到一個房東 不輕易因為自己是黑人 而不租房給他 如果問路 有些人可能因為語言害羞走開 但有人的臉上 明顯也可以看出 我不想和你說話 亞洲也好 中華文化也好 香港的本地的社區文化也好 我們不是一個非常對外族人 很友好很開放 積極熱情去擁抱他們的 這樣一個民族 我們比較多知道的就是 來自非洲或者其他非歐洲地區的 難民朋友他們會覺得 本地香港人他們 不願意跟我們一起搭乘 搭乘電梯啊 或者在地鐵裡他們有 很明顯的一些舉動啊 但是我自己還是覺得 這不一定是歧視 只是不熟悉不知道 總體上來說 香港的公共認知 對難民這個議題的公共認知非常低 不知道這些人是什麼人吧 應該是這樣一個情況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知道我自己要做的 我沒有在等待 政府來告訴我 我會給你 我會繼續做的 我會繼續做的 如果我會給我這個機會 我會確實 我會做回事 我會確實 我會知道 社群人會獲得 我會給政府 如果我會取得 我會知道 我會不會做任何事 我已經沒有用 我會不會取得 穆罕默德的書寫了一百多頁 每一頁都記載了 他對於人類的反思 全球化走到今天 人們在這世界 理應是該更自由 更和平 更理性的了 可為了拍這個專題 我們嘗試找了很多 像穆罕默德這樣的朋友 幾乎所有人都拒絕了 聯合國難民署 不允許他們公開自己的身份 他們也不分認同了 出於保護自己的本能 可這不是最基本的人權嗎 這就是世界走到今天 應有的樣子嗎 21世紀是一個人口流動的時期 這是大家都要面對的 我們比較熟悉的 比較友善的是那些 所謂的高知人群的流動 或者說商品的貿易 金融的放開 但是我們不太了解的 全球化的另一面 低端全球化 那就是說因為貧困 因為戰亂 因為被迫性的人口流動 其實每一個人 沒有人是願意 離開自己家園的 香港處在一個國際運輸 經濟交流非常繁忙的地方 那麼它肯定也會被捲入 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當中 如果我們在面對自己的下一代 很高調地去宣傳這一方面的時候 是不是說我們真正也能做到 去承擔相應的義務 那我們是不是做好準備 如果政府只要做多些 起碼是一個基本的生活保障 如果你們不讓我去工作 如果我不能去學校 去學校 去獲得一級 我仍然要留在這裡 這麼多年 那這樣會得到你 他們過來香港 或去其他國家 都想著 希望人權是受保障的 但他們過來就發現 原來真的不是的 如果可以選擇 應該沒有人願意離開自己熱愛的家園 被國家名策除名 成為一個失鄉的人 世界是平的嗎 也許對於高端精英 財富 市場來說 是的 但對於像穆罕穆德這樣的朋友呢 一個國際化的大都會 千家萬戶的燈火中 容得下他那一點點微弱的燭光嗎 他甚至不敢想家庭這件事 因為前途的渺茫 連承擔責任都成了奢望 一眼望去 過去是顛沛流離 未來是無從想像 活在進退不能的現在 他們何時才能去到 有曙光的彼岸 我們來看